大家好,我是Sapang 這條影片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關於拍攝金蕭大廈的花絮 怎樣?你們看了三集,喜不喜歡? 我每晚的十點半之後都有一個環節說金蕭大廈 以我平時說故事的方法 以一個鬼故或愛情故事在不同角度分析劇情和劇評 覺得他們哪裏寫得好,或者有些地方你看到我看不到 又或者我看到你,即是你看到我看不到 好了,我先說五穎薇和蘇浩爾 他們這對母女關係,我覺得非常有談論的價值 在《金蕭大廈》第二輯的時候 故事然我看得出他很用心去拍和寫 演員都很賣力,整個團隊說真的 無線隔了那麼久才有一套這樣的劇集 我自己本身是因為做娛樂評論 是不應該說我想你的電視台死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講政治 當然我有我自己的政治立場 但如果純粹以評論一個電視劇集好不好看的話 如果那件事在市場上熱,我也會說 你知道第一輯已經很成功 所以期待第二輯會不會一樣成功 我就跟網友說了 如果第二輯我看了頭幾集 不喜歡的話,我就不會追下去了 暫時來說,做到第三集 我都覺得有個追悍性 昨天做了第三集 裡面有一些劇情不太緊湊 但你要慢慢慢慢滲出來 它仍然有吸引力 加上我覺得兩個演員 一個是五穎美的角色 他的角色是如果拿到劇本 這個角色是有很多東西發揮 所以導致他手上的手根是如何煉成的 這條影片我當然會說 另外,他的女兒 蘇豪兒 其實本身那個女孩是美女 她的樣子在這麼多個年輕的演員之中 尤其是在無線,這些女孩不多 多數都是很俗的 所以你皆心才這麼受歡迎 但你說陳志堯 如果不是他有這樣的遭遇 有他的another half 我不知道是不是X 如果不是跟黃豪迅的關係搞得那麼差 導致黑面 其實陳志堯說不屬於好美女 但你說如果本身能夠發生某些事 或者某一個角色的話 是人們感覺到很喜歡他 劇裡面的角色去演繹得很好 又或者他本人做了某些事 例如他去黑面那晚 就是 萬千星輝黑面那晚 他的真性情表現 別人很喜愛他 所以他不是說 一定漂亮就受歡迎 有些很漂亮的 但完全毫無 個性的那些 就未必一定受歡迎 現在說回五穎薇 因為無線 李佳心 就很受歡迎 有character 就算男朋友 這麼醜樣的 都可以任由他 可以拍這麼多年拖 另外 隔了這麼多年 才出了一個SOHOE 我看完他做金蕭大廈第三集 有他母女粉 對於這兩個演員很驚訝 而是五姑娘的手上那些筋 怎麼做出來的 就是他不吃東西 為什麼不吃東西呢 一路拍戲的時候 每個人拿飯盒 他全天都不吃東西 回到家的時候 他拿個飯盒 回家才吃東西 你想一下拍戲的時候 拍幾個小時 但是他一路都不吃 餓的 可能精神緊張 要進入那個狀態 餓到每天 就拿著飯盒 片場裏面的飯盒 拿到回家才吃 其實回到家比較餓 所以我想他真的不吃東西 這個也是專業演員的幾大犧牲 所以就弄到他 整身這麼瘦 乾 整個柴 然後手的筋都燃出來 就始終那些精神病的人 講一點最新的報導 暗泳眉在無線 TVB電視劇 金蕭大孩 飾演一個速控制狂 Control Freak的母親 李淑芬 芬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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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 原本就這樣講 加上我自己的意見和形容詞 就講回昨晚 In Case In Case 有些人住在海外 未必可以看到 你可以當鬼故 或者Romance Story 這樣聽回 他虐待這個蘇豪兒的女兒 在第三集之中 五榮眉見到牆上出現了抹不走的污漬 突然發狂 對著空氣吵爆地說 我有哪裏做錯 哪裏做得不好 渺渺 他的命 生得不好 死人爛鬼屋 不要跟我作對 整爛你 他發了癲 發了40秒 由一開始驚訝 藐視 再去到不帶傷心抱怨她的女兒 命運不好 突然之間情緒遞升 又笑又生氣 直到最後發電 鬧奸屋 多種情緒互相交錯 令觀眾大感無骨悚然 雖然中間有剪接 並非一個鏡頭到底 他都叫有特破性 有潛質角族 最佳女主角 女配角 但我覺得 現在是年初 四月 但還有這麼多個月 很難說 看看她有沒有對手 另外 其實說真的 我昨天的影片 直播的時候 我說了 雖然我都覺得 這麼難得的機會 找到這麼好的劇本 我覺得她是演到稱職 再加一點點好的 如果十分滿分的話 是八分 八分半 但如果 這個角色 如果她想做到十分 或者九分 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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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英雄 在電影 令到她翻身 那部電影 那套心魔裏 偉英雄的表情 其實如果 五穎薇 可能她現在年輕 又或者她 寄予一帆封信 除了早年她喪夫 但我覺得她不夠偉英雄 所經歷這麼複雜的心理狀態 如果能夠再內斂一點 去演這些這麼瘋 這麼神經的角色 因為你不可以太過過 你一太過過 別人覺得你在演戲 而且別人覺得你瘋 所以我就說這個 Valcreen Phoenix 就是做上一集 小丑那個 另外就是 再早一點的 Hather Liger 就是死了那個小丑 這些角色 你真的要慢慢 study 那種不出聲 你看到她已經 跟她打電梯的話 你死定了 死定了 害怕到你 好了 繼續說 由陳山聰李詩華主演的 相遇 金蕭大廈二 她兩母女 第二輯的金蕭大廈 說時空扭曲 時間穿梭 和蟲洞等等的名詞 不少個網民 見到陳山聰出現的時候 全裸在天台出現 露出8月15日 陳山聰上載自己全裸的劇照的時候 留言 不好意思 我有沒有被8月15日浪費 很滑溜 同劇的黃建東 我不知道黃建東也有份演 他說時空穿越 不可以穿衣 定欣就搞笑 留言 你根本有這副癮 就是說不是替身 因為暗榮媚再次問多陳山聰一次 他們兩個很朋友 再次問多她一次 你是不是用替身 他說不是 當然是 但是他們兩個對話都很好笑 他說 你不怕被人看見嗎 陳山聰就說 如果持固定的向天 就說怕被人看到 你現在向著地上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戴保護罩 如果不是的話 你那條粉牆 磨住地下 那地下通常天台的地 很粒不平 一拆損了 怎樣向你老婆交代 這件事 想追回兒子的話 你的工具 那個工具 不是養具 都是工具 不是生兒子的工具 我覺得 在犧牲上 我不知道 如果有記者朋友看到這條影片 麻煩 再追問陳山聰 會不會有戴著一套 你這樣握在石地上 因為不小心起床的時候 那裡的皮膚是很幼嫩的 一會兒搓損了 起碼 你貼藥水膠會麻煩 你拔出來的嘴巴很痛 哈哈哈 是不是 好了 這一個就說了 另外 吳榮媚也說 其實蘇浩兒拍攝的時候 即是她新人 大家都未混熟 可能一拍那天 就是第一次見 說她剪頭髮那一刻 其實廁所很威死小 那些儀器很大步 但是這麼多人 在廁所上 她說蘇浩兒很大汗 剪頭髮那一刻 如果一流汗的話 你不連氣 是會NG 所以拍一會兒 又找到風扇吹一下 拍一會兒又找到風扇吹一下 所以 表面上 你好像見到很普通 但其實 我覺得 這是誠意之作來的 最重要 所以 好好展現到 什麼叫劇本的重要呢 一劇之本 如果劇本寫得好 那些演員或其他團隊都不想去劇本 劇本 劇本這麼好的劇本 就上到任何一個人的手上 拿樓灘 麻煩了 不是故意想鬧無線其他劇集 或者綜藝節目 不是故意想 要接 其實 有很多個慢的家庭 起碼有幾萬的藝人 整萬個家庭 沒有了 要找到另一份工作 社會都不是一件好事 我自己一向做這個評論員 就不是這麼刻心 所以既然 有一個這麼好的劇本 好好這樣做好它 如果你覺得是成功的話 無線應該 陸續希望 他們百花齊放這個娛樂圈 我們這些 吃這行飯 娛樂才有話說 現在的新聞這麼滿 這些藝人都不肯 劇情也沒有什麼被人說 所以如果你現在一個示範 你這套戲裏面 做得好的話 劇情自然會有人說 另外就是 那些角色 無論氣內氣外 都可以讓我們談論 那這個社會才夠豐富 夠娛樂 如果 我告訴你 4月11號 不好意思 4月11號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這個影片 看到這裡 當然是很多鐵粉 但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告訴你 4月11號 我在ViuTV 有份做評判 肥美人 麻煩看完這條影片 幫我分享 訂閱和Like 謝謝 謝謝 拜拜 不再讓你孤單 阿沙陪你 娛樂歡笑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ned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Woohoo